今天丹佛对阵雷霆的接木战 雷霆以102比87大比分取胜 而丹佛则延续了季后赛的糟糕状态 在游泳历史最强进攻中锋的情况下 他们百回合进攻效率仅有87.9 在2024年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恐怖数字 上个赛届联盟平均进攻效率都达到了115 而丹佛则高达118.5 为什么他们今天这场进攻能那么差 难道就像某些网友说的 只是因为来了黑洞球星Russell Westbrook吗 我们回到比赛来一探究竟 KCP波普离队后丹佛第五人变成了布劳恩 这个人囚风彪悍但射手不惊 常见以空切偷鸡为生 手法里他们有戈登布劳恩两个非空阵点 所以他们开局非常注重快攻 他们利用雷霆开局主打切特 一旦中锋打不进 雷霆退防时缺乏护防守 丹佛就可以轻松打穿篮下 布劳恩在这种场合就能凸显他在篮下嗅觉出色的优势 这个人防守也很残酷 他站在牛角区复杆面积很大 可以兼顾三个角度的防守 一旦四十五度角有空位 他凭借体型可以罩住对手 这个球他close out直接盖到了以赛亚乔的出手 运西拿到球直接长传 戈登布劳恩前场二打二直接快攻打进 这一旦他也有出色表现 雷霆对这个人的选择是直接放掉 运一齐持久打挡拆 乔直接选择放掉布劳恩去夹击运击鞋 这时候布劳恩鬼鬼祟祟来到发球线 这时他是无人看管的状态 然后他直接启动 其入篮下 运一齐面对两个人夹击轻松传球 布劳恩在空中顶着鞋轮打进 布劳恩确实非常拖空间 但他的终结还不错 而丹佛开场强调快攻和空间 一定程度规避了他的弱点 凭借雷霆三分不准 这段时间他们以18比10领先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威少来了 Russell Westbrook 前常威赛MEP 9次最佳阵容 双德风王 双助攻王 双全明星MEP的史诗级三双杀手阵场 这也堪称丹佛历史上 除了约记奇以外最大派的球星 此人一上场 全场欢声雷动 他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一时间气氛毫不活跃 和威赛一起上场的 还有二年级新人Julius Drosser 一个三分低产低效的侧翼 现在场上这个阵容 只有两个人回头三分 其中一个人还是中锋 为了规避威赛的投射问题 弹夫的进攻都由威赛发起 威赛上场前两个回合 都是他自行持球推进 并不存在摸不到球的问题 第一个回合 他直接交球去了底角抽烟 第二个回合 波特和威赛在四处入角 打了位掩护 试图给他自制到一次三分机会 但防威赛的卡森华莱士 给威赛放个空间极大 导致波特完全没有出手空间 只能回传个威赛 威赛来跟威赛打一个horn fist 威赛接手地手 吸引切特回收护框 他在回给威赛的时候 直接就失误了 这个球威赛的意识还不错 就是传球力量太大了 结果被雷霆直接打成快攻 两个回合 分差就从9分缩到2分 暂停回来 威赛依然在场 球依然给到他处理 这回合继续打 约记齐的耗尽战术 但约记接球 直接两个人扑上来夹击 卡森完全放空威赛 遇到这么大的空位 以约记齐的风格 肯定是要传的 威赛鼓顶大空位接球 他极其果断地出手三分 本想听到一声 光 结果竟然投了个三不沾 只是令我大失所望 这球我认为不能怪威赛 威赛以前会克制 自己的三分中手欲望 今天他投的如此果断 我认为可能得到了 马龙的授意 马龙可能对威赛的三分 尚存一点希望 让他有空位 就坚决要投 但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威赛上赛季 接球三分命中率 仅有24.8% 威赛第一节虽然持球不少 但基本上都以发牌为主 没有打准攻 他在场 对手也以放空为主 不过第二节开始 威赛依然在场 他和木雷双空位带队 第二节上来 威赛趁着切特不在 一记鞋血上来打进 极大提升了他的自信 下一球 木雷在湖顶传个威赛 威赛面对华莱士 直接就投了 这球出手选择复养激进 如果刚才是一个纯空位 那这球 对手还在他面前 这球应该不是马龙的意思了 威赛没能控制出出手欲望 还好这球 我听到了熟悉的 光阵龙发聩 从三不专道打到篮筐 威赛的三分大要进步 他的自信也无限膨胀 这球威赛底脚接球 面对Closeout 自信出手 又是一声 光 三分不准 威赛的攻框也打不进 这个回合他对 约基奇手递手直冲篮下 但SGA神志一切 直接破坏了威赛的华丽登场 这球直接被切飞了 可恶的SGA 完全不给我大威赛面子 SGA还不够 结论也来搞破坏 这球还是约基奇手递手 威赛接球直接往里走 他强行攻框 被身后的结尾直接扇飞了 还好篮下有约基奇 二次进攻不进 整场比赛 威赛出场21分钟 数据相当全面 正负值-23也位居队内倒是第二 这场比赛 威赛并不存在 球权不够的问题 他上场前几个回合 都是给他球 自行持球过半场 但阵地战都没有把球处理好 与其用招牌的手提手战术 帮他冲击篮下 一次被冒 一次被超截 威赛也得到了很多 空位三分的出手 但大多数时候 都是 光 威赛的亮点主要在防守段 两次封盖 确实引爆全场 但不足以弥补 他金融中的肉环 但是 这场比赛我认为 依然没有必要碰威赛 威赛才拿多少钱 340万美金而已 这也就比新秀合同 稍微高点而已 他们队里还有个 880万的 根本没法上场打球 不用威赛 你能用谁呢 布劳安现在已经是首发了 你踢不走得有人填坑 什么沃特森 斯特劳瑟 能比威赛好多少呢 雷霆本身就是一支 相当激进的协防球队 戴格诺特非常强调 放空非空间点 SGA之类的 则是造失误大王 面对这种西部顶鉴球队 威赛打的不好 我觉得非常正常 他就是一个 340万的水平 他本来就没法打高端局 这种薪水的球员 在联盟主要是在 板凳末端世界时间而已 只是因为他是威赛 所以才会产生 这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 而且我认为 在打联盟中很多弱履 或者几率性不好的队伍时 威赛肯定会有一些高光赏赐 丹佛也一定会在 漫长赛季里 找到威赛的价值 这些球队现在的问题 绝对不是因为有威赛 没有威赛出手这些三分 让沃特森 布劳恩 斯劳斯文出手 难道就能投进了吗 也许打完整个赛季 你会发现威赛 还是板凳系上最强的人 因为其他人只会更弱 但后更令人担忧的是 慕黎的状态 今天他全场13投4中 只拿12分 今天他投进的4个球里 两个是定点3分 一个是快攻 只有一个是正极弹的持球炮头 他以前经常使用的 低位翻身跳投 面筐大幅后转身跳投 原地甲中的墙头 全都无一命中 如果说投射是手感问题 那么莫雷两次 篮下终结都没进 就很难让人担心 他身体的问题 今天有两次 近在直识的上篮 莫雷哈兄弟跳不动 终结那下力量明显不够 接近脱手 让人对他的身体状况 非常担心 再考虑到 在奥运会上 他的糟糕表现 你更担心此人身体 是否出现了永久性下滑 考虑到他已经出现过一次 膝盖死刃带 撕裂这种级别的伤病 他在接下来四个赛界 能否打出 五千万星河多顿身价 目前存在巨大的风险 当然今天雷霆领防人很强 都是多尔特 卡罗索这种顶级人物 也会影响目的发挥 后续他大概率可以回暖 但真要去争冠 要杀出西部 丹佛季后赛对手 就是雷霆这种级别 就要面对这种顶级领防人 从这场比赛来看 如果遇到哈腾付出的 全阵容雷霆 我实在想不出 空间如此糟糕的丹佛 如何破局 面对这么多非空间点 玉霆齐 空有一手顶级传球 又能传给谁呢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